影帝是高中霸凌我的人,交往三年,他一直没认出我,我把他的丑闻卖给媒体,他身败名裂那天,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方小草,就是那个因为喜欢他,被他当狗使唤的香巴佬,他轻轻笑着,像往常一样,叫我宝贝,他问我,解气了吗?我可以陪你玩到高兴为止,然后,我们结婚,江燕向我求婚那天,我的名字冲上热搜第一,几千万人一起骂我,还有谁不知道,姓周的是第三者? 周周心急表,欠人去死,心疼沈莹,影后沈莹是江燕的初恋,也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上学那会儿,沈莹和我都喜欢江燕,他抢走我写给江燕的情书,和几个女生一起,把我堵进厕所,他们围着我起哄,你撒泡尿罩罩自己,配不配得上燕哥?沈莹拿情书甩我的脸,他骂我,爱搓穷,烂人烂文笔,也敢跟我抢人,后来,他抄了我的情书,在广播里跟江燕表白,同学们都说,他的情书, 写进了绵长的暗恋,谁都不知道,他是个骗子,他偷走了我的喜欢,我鼓起勇气去找江燕,告诉他,那封信,其实是我写的,他插着兜,坐在靠窗的桌子上,一脚踩着椅子,懒懒地看向窗外,沈莹大概没想到,胆小的我也敢拆穿他的谎话,他面红耳赤得嚷嚷,方小草,你一个烂泥服不上墙的吊尾车,说我抄你的情书,你在搞笑吗? 他扯扯江燕的衣服,哭了,细声细气地撒娇,江燕,你在想什么呀?你不会相信他吧?江燕不耐烦地皱皱眉,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慢吞吞地开口,我在想,真恶心啊,他突然抬手,把喝剩的果汁倒在我头上,我猛地闭上眼睛,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他笑我,洗个澡吧,你好脏。 后来,我常常在梦里回到那一天,那时候的我低头站着,只会哭,方小草,你真他妈窝呢?江燕洗完澡出来,我还在刷微博,他从背后抱住我,发丝上的水滴顺着我的脖子,掉进领口,我的皮肤泛起一层薄薄的鸡皮疙瘩。 我退学的那个冬天,沈樱把我的头摁进洗拖把的水池里,我差点被他淹死。没人敢帮我,因为江燕不让。他家里有背景,连校长都得看他脸色。老师们谈起他,也总是开玩笑,叫他太子爷。太子爷讨厌的人,活该被欺负。几乎每一天,我的衣服都湿答答地粘在身上。所以,我很讨厌水,尤其是跟江燕待在一起的时候。江燕把脸埋进我的发间,落下一吻。他笑,小猪臭了,该洗澡了。 我掐着手心里的肉,在细微的疼痛里压抑着颤抖。我想跟江燕撒个娇,蒙混过关。可是,我好像发病了。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江燕揉了我的头发,贴着我的耳朵问,你不会是在怕我吧?我的手脚瞬间冰凉。我试着张开麻木的嘴唇,尽量平静地反问他,我干嘛要怕你。他挽着我的发尾,半真半假地笑说,逗你玩的。我搭搭着眼皮转移话题。网友说,我配不上你。江燕挑眉,伸出食指。 沿着我的额头,鼻尖,嘴唇往下滑,最后,停在我的锁骨间。他心不在焉地骂。网友,他们算老几,说话都是放屁。他的声音,裹满甜甜的毒药,毫不吝啬地赞美我。你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果实,你是在满宝贝的小船,我的周周。 我和江燕最开始,其实只是一场交易。想要和他纠缠的女人那么多,偏偏只有我,能满足他的所有爱好。从前,他只想要我的身体。现在,他想要我永远属于他。我的皮囊和心跳,他都要。说来可笑,重逢三年,他一点也没认出来。 他日夜亲吻的女人,就是年少时,被他当狗使唤的香巴佬。江燕的手,在我的脖梗后妈撒着。他动情了。我露出他最喜欢的表情。他正要吻上来,手机就响了。是沈莹打来的。他哽咽着问江燕。你真的不要我了吗?话没说完,有人抢走他的手机,胶着地大喊。燕哥,银姐想不开,割腕了。我和江燕赶到医院时,沈莹已经脱离危险。他闭着眼睛,眼尾红红的,脆弱的像是一只精美的花瓶。一门之隔,透过玻璃。 我静静地看着他,胸腔里翻滚着灼热的恨意,烫得我心疼。这算是退学以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跟江燕交往三年,每回他们朋友聚会,沈莹都会刻意叮嘱江燕。咱们自己人的饭局,你自己来,不许带外人。他大概从来也想不到,我真能拿下江燕。毕竟在我之前,江燕是个不婚主义者。病房外,林卓看见我,一下变了脸色。他跟江燕和沈莹是娱乐圈著名的铁三角。三个人大学时就玩在一起。他恶狠狠地瞪着我,质问你。 江燕,燕哥,你带他过来干什么?要不是因为他,盈姐就不会伤害自己。 狐狸精?他说着,抡起拳头砸向我。我本能地缩起脖子,那只拳头到底没能落到我身上。因为江燕踢脚,就把林卓踹翻了。他摸摸我的后脑勺,安慰我说,没事,不怕。回头盯着林卓,他冷冰冰地开口。以后见面,要叫嫂子,不然就给我滚蛋。房门咔哒一声打开了。 沈莹站在阴影里,看看我和江燕,又看看倒在地上的灵着。他冷笑说,江燕,你好大的威风啊。十年的友谊,比不上你的小情人。他笑着笑着,就哭了,捂着眼睛,肩膀也跟着颤抖。终于,在他倒下的那一刻,江燕两步上前,把他抱进怀里。江燕把沈莹放在病床上,起身的时候被他抓住衣领。他们保持着暧昧的姿势。 阿燕,我好想你,吻我,好不好?我知道,你结婚,是在跟我赌气。江燕拨开她的手,回身搂住我的腰,近乎无情地开口。 沈莹,我要结婚了,就是天塌下来,也拦不住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很掉价。 我靠在江燕怀里,笑了笑,接着说,莹姐的伤不深,她很快就会好起来,死不了的。 沈莹瞪着我,又开始哭,临着嚷嚷着。你他妈不会说话就闭嘴。 我扯了扯袖子,露出手腕上猙獰的疤,继续笑着说,我没乱说话。 你们看,得割成这样,才死得快呢。不过还是不要死了,很疼的。 我的胳膊上带着许多伤疤,我依依只给沈莹看。 这几个是别人拿烟头烫的,这几个是被人用指甲抠的,很丑,对吧? 我最喜欢的是这条疤,我自己拿小刀划的,像不像纹身? 如果要比可怜,沈莹大约是比不过我的。 当然,这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可是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好高兴啊。 他愣了两秒,指着我大骂,神经病。 江燕,你要娶一个疯子。 好恶心,你爸妈不可能同意的。 江燕皱眉,把我的袖子拉了下来。 他一眼盯过去,沈莹的话就全卡在嗓子里。 回家的路上,江燕一直黑着脸。 那一晚,他抱了我很久,炙热的体温快要将我融化。 快天亮的时候,他捧着我的脸,眼底的情绪比黑夜更加优深。 他跟我说,你不是疯子,从前,你只是太难过了。 以后,我永远不会再让你哭。 周周,别跟沈莹计较了,原谅他吧。 我分不清,他是在替沈莹说话,还是在宽慰我。 第二天,我被一阵急促的来电铃声吵醒。 号码很奇怪,我刚接起来,就听见对面说,臭婊子,你怎么不去死呢? 我家沈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让你下地狱。 我挂断电话,看见手机上涌入无数条咒骂我的短信。 不认识的号码,一个接一个打进来。 我,被人弱了。 我用平板登上微博,看见沈莹在两个小时前发了一条消息。 也许,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 是不是我死了,他才会高兴。 佩图是受伤的手腕。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骂我的声音,剩下的人,全都在关心他。 谁知道这女的住哪儿? 我要杀了他。 姓周的,死骂的傻信号。 宝贝莹,求求你。 不要为人渣伤害自己。 如果你有事,我也活不下去了。 难过死了。 他真幸运啊,有那么多人在爱他。 真爱眼,好想毁掉他。 我平静地翻开相册,找出我在江燕手机上保存的截图。 那会儿,沈莹和江燕已经分手了。 她发消息给江燕,说想让她假装自己的男朋友。 沈莹家里没什么背景,经常被大佬占便宜。 如果背靠江燕,她的星图会好走很多。 江燕答应了。 后来,我和江燕正式确立了关系。 狗仔拍到我以后,网上铺天带地,全是骂我插足的声音。 江燕发了一条声明,没有第三者。 沈莹也跟着发了一条声明。 她说,我和阿燕和平分手了。 做不成爱人,却是永远的朋友。 祝你幸福。 谢谢大家关心,我很好。 字里行间,夹杂着委屈。 当时所有人都在心疼她,说她善良温暖。 是天使,是纯洁的茉莉花。 而我从此背负着骂名,不管是谁提起我,都要阴阳怪气地说一句。 不是小三,圣四小三,网友不是傻子。 我一直没解释过。 我一直在等今天。 等舆论掀起巨大的风浪,全民关注的这一天。 聊天记录发上去十分钟后,网友的评论开始改变风向。 什么情况? 沈盈一直在说谎。 我感觉我上当了,好恶心啊。 傻了吧,没想到别人有雷神之锤,所以干嘛没事找事。 一天天就你沈大水后事最多。 哼哼。 这两张聊天截图一看就是屁的,姓周的。 你死不死啊。 邪教粉丝,别人甩证据就是屁的。 你家非兴老巫婆给别人泼脏水,就是真的。 我是沈盈的同学,她以前混社会的,还霸凌过一个女生,就因为那个女生喜欢江燕,最后人家受不了退学了。 天哪,真的太会演了吧。 我给自己泡了杯咖啡,提提神,没准儿,今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 路过窗前,我抬头看了看,天真来啊,真好。 我记得很久以前,沈盈拽着我的头发问我,听说你是色盲。 你说,天空是什么颜色,我好好奇啊。 其实,我看得清的,我只是轻微色弱。 可是遇到江燕以后,我的世界就变成了黑色。 她死气沉沉,摇摇欲坠。 对,我好想知道,沈盈啊,今天你的天空,会是什么颜色。 回到平板前,我再次刷新消息,却发现所有的词条在眨眼间,全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新的热搜,江燕,沈盈,约会拥抱。 我满嘴苦涩,无法平息的愤怒,折磨得我快要吐了。 我颤抖着,往嘴里塞了一把药,冲进浴室,打开凉水,把自己浇透。 我用额头磕着冰凉的墙壁,不断地告诉自己,冷静,方小草,你必须冷静。 浑浑噩噩噩的时间里,我想起来,上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反抗过。 我偷来后妈的手机,偷偷录下沈盈欺负我的画面。 我去找老师,想让她帮帮我。 她戳着我的额头骂,为什么别人只欺负你? 你自己不招人喜欢,怪的了谁? 有时间就好好学习。 笨得要死,还学人家早恋。 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江燕。 课间时,沈盈来读我。 她抢走我的手机,摔在地上踩得稀巴烂。 我把烂掉的手机带回家,后妈一边骂我,一边删我巴掌,拿起一架,就往我身上抽。 打完了,她让我去给弟弟洗衣服。 我的眼泪掉进肥皂水里,喉咙里翻滚着乌液,发出怪异的声音。 我只是不招人喜欢,连哭都哭得那么难听。 我也不是觉得疼,我只是突然,不想活了。 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就像角落里一颗被踩趴下的杂草。 我孤零零地活着,我这样多余的人,不如死了算了。 回过神的时候,我正捏着刮胡刀,放在手腕上。 我被自己吓哭了,头顶的凉水突然停了。 江燕赶回来了,她红着眼睛,把湿漉漉的头发从我的脸上拨开。 我笑起来,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问她,热搜是你让人撤的吗? 她没说话,算是默认。 我发着抖,轻声说,你还爱她? 她拿起毛巾包住我,冷冷地回答,我保护的是你。 我抬手,把花洒砸在她的额头上,吼她,少放屁。 鲜红地写顺着江燕的眉骨流下,盖住她长长的睫毛。 她咬牙把我拽起来。 我挣扎,她就把我扛在肩上,摔上床。 你他妈是不是除了伤害自己,就不会干别的。 她很少骂我,看来是气得不轻。 我回骂她,你少他妈假惺惺。 你和沈樱,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 这婚我不结了,你去娶她吧。 滚蛋。 话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还有事没做,我和江燕,还没了结。 我抓起床头的书,砸向她。 她伸手一挡,手放下的时候,表情变得阴狠又冷漠。 就好像,十几岁的江燕,又回来了。 刚刚的话,你再说一遍。 她扯掉领带,走向我。 江燕咬破了我的嘴唇,我乖顺地任她摆弄。 她黑着脸丢上药,垂眼说,我撤了沈樱的代言和饮试。 那个拥抱,是她哭着扑过来的,我推开了。 她让我不必在乎网友如何去说,因为根本没人在乎真相。 他们要的,只是热闹。 而我追求的正义,到头来,只会消耗我的精神。 江燕叠着手指,弹在我的脑门上。 看着我疼得执迷眼,她笑了,意味深长地教导我。 周周,如果你要折磨一个人,那就拿走她最重要的东西。 对于沈樱,没钱可赚,能要她半条命。 那么江燕,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江燕要做一档关于母校回忆的节目,事情是上面拜托的,不好拒绝。 临江一中,是江燕敬爱的母校,是我不敢想起的地方。 我本能的感觉反胃。 拆开一包薯片,我麻木地往嘴里塞,咀嚼能有效缓解我的焦虑。 临江远在千里之外,江燕正在收拾行李。 她从房间出来,手里拿着的是我的换洗衣服。 我不去。 我抗议着跳下沙发,把我的东西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扔在地上。 江燕没吭声,又把他们全都放了进去。 她一边装,我一边扔,她再装,我再扔。 后来,她终于烦了,警告式地喊我,周周,乖一点。 我攥着衣服,不看她,轻声说,我不想去。 她抬眼问我,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咽了一口唾沫,瞪着她嚷嚷,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 那没得商量,不行。 江燕干脆地拒绝我,我也来了脾气,站起来就是一脚,把行李箱踹得老远。 剧烈地响声震得我一抖,江燕几乎是咬着牙,对我假笑。 周周,你最近的脾气真差劲。 她说着突然压过来,一手扣着我的后脑勺,惩罚似的,稳得我快要喘不过气。 片刻后,她恋恋不舍地放开我,垂眼说,陪陪我。 她身后背光,我看不清她的眼神,好像,有点痛,有点苦。 不过只是一瞬,江燕转过身,打开零食柜,从里面掏出两包薯片和一包果冻,放进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她晃晃薯片的袋子,撇嘴说,这个口味不错,等回来,多给你买一些。 我已经有十年,没回临江了。 当年退学后,我爸听说,我得了抑郁症,是花钱的病,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不管我了。 十年里,我居无定所地漂泊着,摸爬滚打。 终于,我遇到了江燕,保姆车行驶在跨江大桥上,我透过深棕色的车窗往外看,夕阳的金色洒在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景色里,带着温柔的窒息,包裹着我。 导航让车往南门路拐,司机看着两个紧爱的路口有些迟疑,我下意识回答,是前面那个,然后猛地回神,转头去看江燕。 幸好,他在睡觉,应该没听到。 司机问我,这儿小路太多,真不好走,周小姐来过临江啊。 我笑笑,没回答,只用食指摁在嘴唇上,悄悄说,嘘,阿燕累了。 拍摄任务是第二天开始。 沈盈也在,她穿着极西的笑裙,衣领上还别着文艺部部长的名牌,一下子就将我带回青涩的十六岁。 她站在校门前,低头踢石子。 明明是很美的画面,却让我毛骨悚然。 从前,那些石子,每一颗都砸在我身上。 看见江燕的时候,沈盈别过头去闹别扭,露出一种特有的娇憨灵动。 江燕也没理她,两个人就像是斗气的校园情侣。 几家媒体举起相机,很有默契地拍下这一刻。 我坐在角落里,冷冷地看着。 拍摄的前半个小时,江燕和沈盈几乎没有互动。 他们刻板地念着台本,气氛一直很微妙。 直到走进广播站,校长突然说,江燕同学和沈盈同学能走到一起,多亏这个地方呢。 我翻了个白眼,不知道的,还以为江燕求婚的女人是沈盈呢? 有人在拍我的反应,江燕的经纪人用手比划,提醒我笑。 我又翻了她一个白眼。 无所谓,反正一切后果,由江燕买单。 有人问,听说沈盈当时的情书,写得很漂亮。 江燕,还记得内容吗? 江燕笑着摇摇头。 沈盈插嘴说,没事儿,她忘了,我还记得。 她的声音突然低落了一下,委屈又倔强。 重要的是,我永远也不会忘。 她打开广播,回头对着江燕笑。 江燕,你再听一听,这封情书送给你,祝你,新婚快乐。 她的声音带着颤抖,念着情书里,我写的那首小小的诗。 喜欢你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用彩色糖纸裹住她,骗自己,里面藏着世界上最甜的药。 包治百病。 沈盈把爱而不得的氛围渲染到极致,江燕沉默地看着她。 快门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在记录这唯美的一幕。 江燕,曾经,你是我包治百病的药。 后来,你变成无药可解的毒。 沈盈得意地笑着,她望着我,讥讽地撇撇撇嘴。 她是个小偷啊,她怎么敢这么嚣张? 我牙齿打颤,控制不住地抠破手指。 我突然很想大闹一场,就在这里,就现在。 身后忽然有人喊我,方小草,方小草。 你个白眼狼,还知道回来。 我打了个哆嗦,僵硬地回过头,看见,我爸朝我冲了过来。 他老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 他和以前一样,摸着脚,手里提着棍子,恶狠狠地咒骂我,赔钱货。 他认出我了,他又要打我了。 学校里面早都清场了,谁也没料到突然发生这种事。 我爸已经冲到我面前。 江燕比所有人的反应都要快,他把我拽进怀里,躲远了。 沈盈也跟了上来。 他挡在江燕前面,我爸手里的棍子落下来,砸在他的背上。 打错了人,我爸愣在原地。 等他看清我的脸,狠狠眨眨眼,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认错人了,对不起,我以为是那个没良心的狗东西回来了。 他一走就是十年,没人给我养老。 我这么大岁数,只能在这儿给人家扫厕所。 校长,校长,求求你,别开除我,我也很可怜啊。 江燕让助理叫律师过来,他的语气里没有留下一丁点伤量的余地。 告,故意伤人,我爸猛了两秒,喊起来,我不要,我不要坐牢,我不是故意的。 他冲着天大叫,你妈的方小草,你是不是死在外边了? 你死了,你都要克你老子。 江燕一脚给他踹远了,指着他大骂。 你他妈嘴里再不干不净,老子弄死你。 平时温文尔雅的人突然发起这么大的火,所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 其实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江燕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沈银捂着肩膀,回头来拉江燕,红着眼圈说,阿燕,你别为我这么生气。 江燕躲开他的手,冷漠地回答,我不是为你。 沈银笑了,轻轻说,你总是口是心非。 还记得吗? 高中的时候,方小草总是惹我生气。 你表面上不关心,但总是默默为我撑腰。 那个方小草,果然不是个好东西,连自己爸爸都忍心不管。 还好有你,阿燕,你一直都在好好保护我。 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继续说,江燕,我知道,我们永远都会是对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我的脑袋里空空的。 沈银的话,我好像全听到了,又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 真不要脸啊。 其实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纵然我的身体是温热的,纵然我的心脏还在跳动。 医生要我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 我说,我不要和解。 他们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那我就让他们更痛苦。 只有这样,我才会快乐。 我整个人乱糟糟的。 等回过神的时候,我的巴掌,已经甩在了沈银的脸上。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我扯扯嘴角,笑了。 沈银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碍于人前,她极力克制着愤怒。 有人拍下这一幕,被江燕的助理买断了照片。 我坐在落地窗前,直愣愣地看着外面,连眨眼都忘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 江燕抱起我往床边走,哄孩子一样跟我说,该睡觉了。 我在她怀里折腾。 你烦不烦? 你能不能不管我? 我真的很讨厌她这副伪善的嘴脸。 她把我扔在床上,拿来热毛巾给我擦脸。 自从我妈死了,就没人这样惯着我了。 妈妈活着的时候,她的爱总是沉甸甸地附着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 一条热毛巾,一颗洗好的苹果,一只打着补丁的袜子。 还有那些再也不会出现的喋喋不休的唠叨。 湿润的毛巾温柔地擦在我的脸上。 这件充满爱意的事,不该是姜燕给我做的。 她不配。 我扯过她手里的毛巾,狠狠甩向她。 还不觉得解气,我张口咬在她的肩膀上。 姜燕一直忍着,直到她的肩膀破了皮肉。 她强硬地推开我的头,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我用舌尖轻轻舔着牙齿,对着她笑。 你不会怪我吧? 我有病啊,姜燕。 谁让你非要带我来? 今天我被吓到了。 她握拳打在镜面上,玻璃碎了一地。 她终于露出一点本来的面目,骂我。 你确实他妈有病,我他妈真是欠了你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对,姜燕,这才是你。 别再跟我演戏了,别想骗我。 你欠我的,还多着呢? 尽管姜燕已经把我爸引发的骚乱压下来, 但还是有有心人专门给沈莹和她写了篇文章。 再加上母校回忆播出, 他们的名字再一次并排出现在热搜。 姜燕,沈莹,易南平。 有粉丝专门给他们的同框剪辑了一段视频, 名字叫,你们的十年。 每一针里,姜燕都望着沈莹。 每一针里,沈莹都笑得很甜。 好多人留言说,我不懂, 姜燕为什么会放弃太阳花一样的沈莹, 选择周周。 没人觉得,姓周的很苦香吗? 感觉很阴暗的样子。 她不会是养什么小鬼,给姜燕下降头了吧? 她有病,还自残。 你们知道,她为什么总穿长袖吗? 她的两条胳膊,简直没法看, 全是伤疤,特别难看。 我胳膊上的伤,除了姜燕, 就只有沈莹和林卓知道。 我点进去这人的主页看了看, 是个小号。 地点显示在临江市,沈莹在那养伤。 低级的臭虫,只会这种把戏。 有人回复她,啊, 伤害自己的人真的很不自爱。 她回答,对啊, 这种人根本配不上姜燕。 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躲起来, 还是沈莹真爱。 她真的愿意为姜燕放弃生命啊。 我们,为她请愿吧。 请愿? 这是要道德绑架? 我坐在电脑前,静静等着。 突然就有个热搜空降第一, 姜燕,沈莹,结婚。 沈莹转发,配文,真爱, 永不消逝。 我活动活动手指, 点进姜燕的主页。 她跟我求婚的那条消息, 还在高高置顶。 其实,求婚只是她输了大冒险的惩罚。 昨天晚上, 我们喝了很多酒。 我问姜燕, 你的求婚,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说, 如果你答应, 就是真的。 如果你不答应, 就是假的, 我也要面子的。 而现在, 她在我身边沉睡。 我转发了她的求婚消息, 回复说, 我愿意。 瞬间, 引爆热搜。 新欢就爱同时示好,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姜燕的抉择。 我用姜燕的手机给自己回复, 终于等到你。 我和她的婚事, 在大众眼里。 算是板上钉钉了, 我不会给她反悔的机会。 广场上有好多人留言, 有一半都在看沈莹的热闹。 有人说, 人家秦宇都求婚了, 沈莹非得插一脚。 这不是上赶着当小三吗? 她以前还暗戳戳说周周插足, 结果恶臭的是她自己。 我感觉, 她像去婚礼现场抢婚的脑残。 沈莹忘了切小号, 直接拿大号回怼, 真爱无罪。 别人回复她, 你的真爱可真脏。 她成了一个大笑话。 后来, 几万条留言全在骂她, 粉丝控评都来不及, 她只能锁掉留言功能。 沈莹, 被网报的滋味, 好不好受? 我这招下巴, 看着那些曾经骂我的人, 全部掉过头去骂她, 心里痛快极了。 我痴痴地笑着, 手边突然多了一杯水。 江燕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 我仰头看着她, 有点心虚。 她只是摸摸我的头发, 说, 笑得真甜。 你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她把我的药递过来, 主妇说, 好好吃药。 我皱了下眉。 她用拇指抚平我眉间皱起的穿字, 哄我说, 药很难吃, 我知道。 但是好好吃药, 身体才能舒服。 等你好了, 我就把它们全都扔掉, 天天给你买糖吃。 可是江燕, 我好不了了。 你还不知道呀, 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 变成一个只要不吃药, 就想死的可怜虫。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冰冷, 江燕不再看我。 她打发我去洗澡, 说要带我出门。 我看看时间, 快要天黑了。 要去干嘛呢? 江燕拿起她的手机, 朝我扬一扬, 笑得眼睛弯弯的。 她说, 要去结婚。 江燕带我到婚纱店。 她说, 今晚来不及登记, 先把婚纱挑了。 她好像真的很高兴, 我要嫁给她。 灯光亮的黄眼, 我的手抚过洁白的纱。 我是在做梦吧? 我掐了自己一下, 疼的。 我居然, 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店员工为我, 周小姐身材好, 腰臀鼻很棒, 手臂也鲜长, 穿咱们的镇垫之宝, 肯定好看。 她拿来一件坠满珍珠的婚纱, 连带着头纱上, 也是亮晶晶的珠子。 她说, 她叫人鱼之类。 真的很漂亮, 也真的, 价值不菲。 江燕先开口, 替我回绝, 这一件不合适。 我问她怎么了, 嫌贵。 她无奈地笑了。 周周, 你男人不缺钱。 她甜甜嘴唇, 贴在我耳边说, 可是她是无袖的。 江燕知道, 我从不穿无袖的衣服。 但是, 那是以前。 我笑着说, 江燕, 我就要她, 毕竟, 受害者无罪。 受害者无需羞耻。 真正该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活在阴沟里的人不是我。 她似乎没料到我这样说, 愣了愣, 在我额头硬下一吻。 你能这么想? 我特别高兴。 去试试吧。 人鱼的眼泪, 本来就是属于你的宝藏, 我的小船。 我在湿沙间, 吞下自己的T恤, 露出的胳膊, 吓了店员小姐姐一跳。 她专业素养很好, 很快就整理好自己的表情, 替我穿戴整齐。 拉开帷幕之前, 她鼓足勇气跟我说, 周小姐, 你刚刚的话, 前一段时间, 她总来店里, 她想给你个惊喜, 又怕吓到你, 反反复复好几次, 还是决定等你点头, 再带你一起来跳。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她很爱你, 她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呆呆地听着, 没吭声。 帷幕拉开的瞬间, 江燕穿着鼻挺的西装, 站在灯下, 有些紧张地对我笑。 我也对她笑了。 江燕, 任何人都有可能让我幸福。 只有你不能。 第二天, 江燕一大早就拽我起床, 要去领证。 她穿得很正式, 结果看见我随手套了件衬衫就要出门, 她就把我拉回来, 边横搁边挑了件长裙给我换上, 又拿卷发棒给我卷了个头发。 她不熟练, 手上被烫了好几个泡。 我看着她的样子, 不由觉得好笑。 江燕, 干嘛这么努力? 我们又不可能真的结婚。 到了民政局门口, 我说, 我后悔了。 江燕的脸色变了。 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见不得她高兴。 我说, 我要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 婚礼那天, 我还要直播, 让所有人见证我的幸福。 然后, 如果我高兴, 我们再领证。 江燕沉默地发动汽车, 我也做好了她拒绝我的准备。 我知道, 我就是无理取闹。 故事快要结尾了, 我高兴啊。 我高兴的时候, 总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快到家时, 江燕的汽车突然掉了头。 我问她要去哪儿? 过了很久,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及其无奈地回答我, 去给我的小祖宗挑结婚场地, 挑一个会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好地方。 然后, 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行不行? 我没说话, 闭着眼睛, 假装自己睡着了。 其实, 我只是想折腾江燕。 我见不得她休息片刻, 我喜欢她紧紧皱起的眉头。 我稀释着她的快乐, 就像当初, 她稀释我的青春那样。 丑陋贪婪。 我要直播婚礼的消息已经传出, 好几家媒体就来购买独播权。 我随便选了一家, 然后私底下联系了看直播, 那是江燕的死对头开的公司。 我跟他们要了一个婚礼当天的直播位, 我说, 一定会有比结婚更劲爆的消息, 够他们大火一把。 离开的时候, 正好碰见沈莹也在。 她跟几个男人一起露出谄媚的笑, 高高兴兴地往外走, 好像是要去喝酒。 那几个男人都是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在江燕的饭桌上见过他们, 看见我, 他们热露地喊, 江太太, 沈莹的脸色阴阴的, 她被人搂在怀里, 那只手在她的腰上来回摸索, 看得我直恶心。 看来她是真没资源了, 急了, 为了钱, 也愿意去陪酒了。 果然, 钱是沈莹最重要的东西。 我跟他们打招呼, 要去吃饭啊。 你们可要对沈小姐好点, 毕竟她是江燕的老朋友了, 多关照她一点。 几个男人会心灰一地点点头, 让我放心。 沈莹脸色一白, 我冲她笑笑, 转身离开了。 没走几步, 她却突然追上来, 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她阴侧侧地在我耳边说, 方小丑, 你以为你嫁给江燕, 我就会输吗? 我问你罢了, 她说, 她认错人是因为, 你脖子后面的那颗红质。 我找人一查, 还真查到点东西。 你以为, 你换张脸, 就能瞒过所有人? 等我拿到证据, 告诉江燕, 你就等死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 突然笑出声。 我伸出手指, 戳着她的额头, 就像她从前侮辱我那样。 我痛快地承认, 沈莹, 你还记得方小草啊? 那就好, 我就怕我还在痛苦里挣扎, 可是凶手却把我忘了。 但是你现在才认出我, 实在有点晚了, 你真没良心, 真让我生气啊。 幸好, 我已经想到出气的办法。 我有预感, 很快, 你就会变成一个穷, 光, 蛋。 结婚前一晚, 江燕带我去看星星。 我们沉默着, 四周很安静, 只有呼吸声交缠在一起。 有一颗星星在我头顶, 抬眼就能看到, 一闪一闪的, 很漂亮。 江燕突然跟我说, 我把她买下来, 用我们的名字命名怎么样? 我们去银河里, 永远在一起。 我轻斥一声, 说无聊, 她怪我不懂浪漫。 我打了个哈欠, 抱着膝盖困得直闭眼, 嘴里嘟囔, 我想睡觉了, 我的浪漫细胞都被瞌睡虫赶跑了。 她笑笑, 拍拍腿, 让我躺下。 我盖着毯子, 半梦半醒间, 感觉江燕一直在抚摸我的头发。 她问我, 明晚, 我们还会在一起看星星吗? 我扭了扭头, 把脸埋进毯子里, 不让她动了。 第二天结婚, 大概是因为缺叫, 江燕一直很躁动。 她手滑了一早上, 连着打碎三个杯子, 划破了手指。 血滴在衣服上, 一群人手忙脚乱帮她收拾, 要带她去整理。 她站在我身后, 看着我, 一动不动。 我回手拍她, 忍不住笑起来, 干嘛呀, 今天, 我把我的手蹲下身, 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钻剑, 套在我的手指上。 那颗戒指那么漂亮, 那么闪烁, 我很喜欢。 但我知道, 她不属于我。 我维持着笑脸, 摘下戒指, 把她放进江燕的手心里。 我问她, 你干嘛? 她接过戒指, 笑得很勉强。 不干嘛? 就是试试。 那待会儿, 我们直接在典里上见。 我看看时间, 也差不多了。 点点头, 说好。 江燕不依不饶地跟我确认, 不骗我。 我都怀疑, 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 我说, 我绝不骗你。 可是, 怎么可能呢? 江燕, 从前你骗过我多少次, 你把我当猴耍, 看着我上了你的当, 你就愤出一缕目光来嘲笑我。 我就偶尔骗你一次, 不过分吧。 江燕说, 你乖乖的, 别骗我, 我就答应你一个愿望, 什么都可以。 我没接话, 快要走出房间的时候, 她半个身子引在门外, 又回头跟我说, 其实, 你骗我也没事。 就算你骗我, 你的愿望, 我也会帮你实现。 什么都可以。 典礼开始, 肆意开场, 直播间涌入几千万人, 都在感叹, 好美的婚礼。 周周上辈子, 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 江燕帝好帅啊。 天哪, 我要看新娘, 我要看新娘, 我要看新娘。 沈樱肯定躲在哪儿哭呢吧? 音乐升起, 新娘入场。 大厅的大门缓缓打开, 本该手捧着花站在那里的人, 没有来。 我举着手机, 透过屏幕, 看见江燕好像红了眼眶。 快门声此起彼伏, 所有人都不想错过 这戏剧性的一幕。 与此同时, 看直播在各个平台卖力宣传, 萧氏的新娘去哪儿了? 答案就在看直播。 不到十分钟, 我的房间就爆满了。 我穿着一件背心, 大大方方地露出两条胳膊。 好多人骂我, 大喜的日子作死, 你真忍心啊。 靠! 可怜我燕哥, 我就知道杏州的不是个好鸟。 有病你就去治, 我把自己常吃的几种药拿出来, 凑到镜头前, 笑说我确实有病, 中毒抑郁, 好多年了。 评论里有人开始起哄, 真吓人啊, 哎呦喂, 咱们说话可得小心点, 要真是逼死他, 还要被骂见盘侠。 杀杀, 天天就是抑郁症, 没点新鲜呢。 怎么? 你不会想说是燕哥 把你逼成抑郁症的吧? 想额钱? 我没理他们, 又拿出几张照片, 是我整容前后的对比。 你们看, 这是我以前, 造福人类了。 评论里有人问我, 在哪儿做的? 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神之手吧? 也太自然了。 自然吗? 我一直觉得, 她是整容脸, 怎么可能有人妈生得这么完美? 我笑笑说, 谢谢夸奖, 不过还请你们记住, 从前的我。 接下来, 我们一起看段视频吧, 很有意思的。 你们燕哥和银姐的学生时代, 那是我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没有勇气再看一遍, 只能悄悄闭上眼睛。 耳朵里一直能听到青涩的尖叫声, 周围的笑声里夹杂着格格不入的绰气。 我突然听到自己哭着嚷嚷, 你别动, 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我只剩下她了。 我猛地睁开眼, 记忆里的红色围巾被沈莹剪成碎片。 我没有妈妈, 也没有回忆了。 那一天, 我晕倒了。 校长终于害怕闹出大事, 出面让沈莹停手。 她受了批评, 哭哭啼啼去找江燕。 我永远忘不了, 她只用一句话, 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跟校长说, 明明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学习, 明明我的成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真的真的很想靠自己, 走出临江, 离所有人都远远的。 我总是告诉自己, 方小草, 你不是废物, 考上大学, 好好努力, 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你的明天一定会是明亮快乐的。 后来, 我背着书包, 在同学们的嬉笑中, 被我爸扯着耳朵接回家。 那一天, 我心里紧动得闲断了。 方小草, 你他妈真没用啊。 我不知道, 视频是什么时候播完的。 等我回神的时候, 脸蛋都被眼泪折腾了。 我去洗了把脸, 回来再看评论。 人渣, 感谢互联网, 让我隔着屏幕都能起出心梗。 我真的哭了, 娱乐圈还有经得出深蛙的明星吗? 方小草, 好可怜啊。 小草, 听名字都让人心疼, 他们怎么忍心啊?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如果我孩子被这么欺负, 我就是死了, 也要诈尸, 吓死他们。 江燕, 沈莹, 不愧这么多年捆绑在一起, 恶心透了。 江燕滚出娱乐圈? 沈莹滚出娱乐圈? 再让我看到他们俩的脸, 我用唾沫淹死他们。 不是, 没有人好奇, 那么久远的视频, 他是怎么拿到手的吗? 是我偷的, 在江燕储存录影的房间里。 高中的时候, 他就喜欢摄影, 他总是带着昂贵的相机, 拍别人, 或者, 让别人拍他。 我记得高一刚开学那会儿, 因为学校太大, 楼很多, 都长得差不多。 我报到的时候找不到地方, 急得直哭。 走到路边的小树林, 看见树上开着特别漂亮的花, 但是树下有垃圾。 我就一边哭, 一边捡垃圾。 捡着捡着, 就听见有人在我头顶上笑。 我抬头一看, 江燕拿着相机, 都快对到我脸上了。 同学, 你好好笑。 不是, 我是说, 好可爱, 你怎么哭了? 他对我笑, 脸颊上的两个梨窝, 特别好看。 我想, 我的脸当时, 一定红透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找不到路, 他随手一指, 我也真感性, 闷着头, 就朝着他指的方向大步走了。 他在身后叫我, 以后我还可以找你拍录像吗? 我叫江燕, 你叫什么啊? 我没有回头, 很小声地跟自己说, 我叫方小草。 后来过了很久, 我在想起这件事, 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在做梦。 江燕, 那么温柔的你, 后来怎么成恶魔? 可是, 你的理由, 与我无关。 你踩碎了我的人生, 你要为此负责。 江燕一直很宝贝他的录像带, 跟他同居后, 我花了三个月, 找到了这一盘。 江燕, 你还留着这样的东西啊? 你真可怕。 做完这一切, 我回江燕的住处去收拾东西。 打开门, 看见他怀里抱着空酒瓶, 摊在沙发上。 他被垫子锁给吵醒了, 愣了愣, 抬头对我笑了。 他说话的语调总是慢悠悠的, 很缠绵。 他问我, 解气了吗? 你可以继续玩我, 直到你高兴为止。 然后, 我们结婚。 好不好? 我也对他笑。 新婚快乐, 江燕, 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吗? 江燕摇摇晃晃地走向我, 面对着他, 我竟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他静静地停在我身前, 轻轻抱住了我。 他把头埋在我的发间, 颤着声音开口。 周周, 我以为, 你曾经会有一秒的心软, 愿意忘记过去, 然后跟我结婚, 慢慢折磨我到老。 他自嘲地笑笑, 其实, 你早就开始折磨我了。 在我得知, 你是方小草。 在我得知, 你对我的惩罚就已经生效了。 我忍无可忍, 狠狠推开他。 江燕, 施暴者是没资格提起忘记两个字的。 你让我恶心, 你知不知道? 三年, 每一次你对我笑, 你的拥抱, 你的亲吻, 全都让我想吐。 我怎么可能嫁给你? 当你知道我是方小草的那一刻, 你就该明白, 我只想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咬碎你的骨头。 我生气到全身发抖, 江燕没站稳, 倒在地上, 终于哭出声。 他不停地问, 为什么是你啊? 为什么会是你? 周周, 你怎么能是方小草?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别离开我, 好不好? 我冷冷地看着他。 江燕, 你还不懂吗? 那个人, 是谁都不行。 婚礼当天的事掀起轩然大波, 沈樱被金主抛弃, 遭到行业封杀。 所有合约商都来找他赔钱, 他焦头烂额之际, 又遇到税务问题。 他背上了巨额债款, 面临牢狱之灾。 我就这新闻, 笑着吃完一大碗饭, 又去楼下商店买了点啤酒, 准备庆祝一下。 从江燕那儿出来, 我图便宜, 找了个稍微远点的地方, 暂时落脚。 这边设施一般, 路灯明明面面, 有点瘆人。 我提着啤酒往回走,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跟着。 我走快, 他走快, 我走慢, 他也慢下来。 我知道是谁, 我没理他, 自顾自走着。 他却突然扑过来, 抱住我。 我厌恶的抬手就要推开他, 却听见他在我耳边说, 你要小心啊, 我的小船, 你要是破了洞, 不就危险了。 他的腰间刺着一把匕首, 灵着抖着手, 往后退了两步。 他骂, 妈的, 贱女人, 该死的是你啊。 我听江燕说过, 他喜欢沈盈喜欢了十年, 他是来找我报仇的。 江燕在我面前倒了下去, 我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江燕住院后, 好像因为失血过多, 陷入昏迷。 医生说, 叫他最依赖的人来跟他说说话, 他也许会快点醒来。 他爸妈不停地打电话给我, 我没接。 一个月后, 我做好准备, 要离开这里。 出发的那天, 我很早就去了江燕的病房, 一直一直陪着他。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 暖融融的。 我倒在沙发上, 看着江燕的脸, 把我跟他之间所有的事, 都回忆了一遍。 人真是复杂呀。 我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像个疯子。 临走前, 我附在他的耳边, 轻轻说, 江燕, 你记得吗? 你还欠我一个愿望? 我要许愿, 希望你, 永远都不要醒过来。